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身体问题还是 我看一看啊 你告诉我你先生属什么的 属猪的 七一年的 你是属老鼠是吧 是的 是你的身体问题 是的 医生查出来一定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啊 是的 妇科从青年开始一直不好 是的 自己要当心两点明白吗 第一点 台长觉得你妈妈打胎过的孩子 有两个在你身上 我还不是很清楚 你去问问你 我记得我妈妈有打过胎的 两个 好吗 你妈妈打过胎的 你妈妈根本现在还没有念经 她也不会念小房子啊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两个盯住你 就让你难过 而且你现在生不出孩子 你妈妈最担心 听得懂吗 是的 看见了吗 我的妈妈很担心 但是她又不好说 我也比较辛苦 你这样吧 小姑娘你这样好吧 你现在这样 你现在压力太大 我看你整个整个的血液循环系统 免疫系统都有毛病 你不能这样的 如果你越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 明白了吗 我希望你自己先放开心 你要学佛 学佛人就懂得 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做 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 因为台长看到了一些 你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你也是比较 比较随意 谈恋爱好几个 所以你千万要记住 这些都是有业障的 明白吗 那以后一定要改正 最好是忏悔 念李佛大忏悔文 好吗 然后我帮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孩子啊 你是几几年呢 72年 数什么 数数的 不要着急了 你要硬生的也生的出来的 谢谢 我的意思你听得懂吗 求来的 明白了吗 你再去求吧 但是求来可能是个讨债鬼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好了 没有关系的 你这样 你到明年四月份之前 四月份 就三四月份的时候 你特别当心一点 就是可能就会怀孕 嗯 就可能会有 嗯 好吧 功课要怎么做呢 功课心经念四十九遍 大悲咒念二十一遍 礼佛念五遍 然后念消灾吉祥神奏四十九遍 嗯 好吗 那个小房子 小房子你要念八十九章 八十 第一波 然后接下去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一波 一直念 念到怀孕为止 好吗 还有叫你先生不要犯口咽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嗯 我想问一下 我妈妈四九年属牛的 她那个糖尿病一直都不好 四九年属什么 属牛的 你妈妈不但糖尿病了 我可以告诉你啊 腿脚都不好 哦 是的 脚不怎么太好 嗯 还有啊 眼睛也不好 哦 是的 嗯 眼睛有一点 还有啦 有一点 我告诉你 你妈妈推头发也很厉害 美妈妈 嗯 因为我看这个牛 手发非常少的 越来越少 嗯 明白吗 嗯 是的 嗯 我看你妈妈很可怜 明白吗 嗯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你妈妈很多 人生很不如意啊 人生很不如意啊 应该 本来应该更好的 但是她没有上去 就是没有位置很高 哦 是的 嗯 你妈妈 你妈妈本来是个官员 你妈妈 嗯 是的 我妈妈是学校的校长 我妈妈是学校的校长 看见吗 都看得出来的 你现在好好努力吧 好吗 嗯 你现在争取把孩子生出来就好了 求吧 好好求吧 给我妈妈要念 但是不要穿这种银银色色的 明白吗 嗯 我问你啊 西伯什么颜色的啊 是不是银色的啊 银色的东西吗 招鬼啊 银色是下面的钱 你不懂啊 嗯 好的 听得懂了吧 好 谢谢 你不想你穿一双银色的鞋子 在马路上走走看晚上 嗯 好的 你试试看 你再配上这件衣服 人家看见你就逃走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谢谢 好了